红米弄的戏发布会直播地址 红米弄的戏发布会直播再前看 近日小米集团副总台兼红米Redmi品牌总经理卢伟兵在微博透露 在月18日红米弄的戏Pro发布会上将有一款新闻发布 基于型号为M1810F6LE背负logo为Redmi的新机 在此前已经通过了工信部入网许可 业界猜测将是红米7 在月10日小米创始人前CEO雷军发布微博表示 欢迎红米用户为红米7提意见 间接证实了这款新机正是红米7 从工信部证件照和网络画料图来看 红米7机身采用后置双摄和后置式电容式指约识别 具备和红米Note7相似的多彩渐变后盒 另外红米7已经曝光了主要参数 包括6.26英寸 1520×720水滴屏 高冬骄龙632处以信 2GB 3GB 4GB RAM 加16GB 32GB 64GB ROM 前置半弯像素后置1200弯像素主射 前线900毫安日式电池 主要注意的是雷军通过和网友互动透露 红米7将可留3.5方米耳机接口 具备红外功能 红米Note7反馈降弹 小米官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